好,今天我們要用這個投影機來做一些美術的東西 我們要懂得怎樣去操作這個投影機 好,這個是我們按,我們必須要按著到它亮為止 好,然後呢,我們必須要懂得怎樣去連接電腦 後面呢,有兩個口,任何一個口都可以 好,這樣我們呢,連接到這個電腦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所以我們會在這邊呢,可以調整它的距離 越遠呢,它的圖片就越大了 然後呢,我們可以在這個白板上做畫 好,我們在白板上做畫 OK 好,我們會有很多的圖片的選擇 還有呢,不同顏色的marker band 然後呢,我們一關掉呢 整個畫呢,就很漂亮了 就呈現出來了 所以今天我們會有這樣子的活動 就是,結合了我們的數碼的器材 還有藝術跟美術 然後我們也會把畫呢,就是做在畫在我們的這個紙上也可以 就是如果一旦要太大的圖片,或者太大的範圍 還有就是,我們的那個背景 可以是牆壁等等了 地方都可以做這樣子的 用這種方法去做畫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學生們怎麼樣去做喔 所以在銀子方面呢,就不要去遮到它了喔 銀子方面不要遮到它 對,不錯 不錯